他們兩個價差有到6.8倍快到7倍了 我這麼多唇膏應該上百隻甚至上千隻 這隻已經被我用到大概剩下一半 就知道我有多愛 他們上在臉上啊都是那種 閃度閃到天邊去的那種 哈囉小明 今天呢是我們久違的開架專櫃雙胞胎 來到第八集啦 那如果是新朋友的話呢 我快速講一下這個單元 就是幫大家找出可能顏色啊 妝效啊 或是使用感受非常接近的 妝櫃平替版 就希望可以造福更多的小資女學生們 然後一樣老樣子 我們先來猜一下 今天哪一邊是開架 哪一邊是專櫃 好心有答案嗎 可以在下面先留言 然後等下看你有沒有猜對 今天一樣全部單品都會上妝跟你們分享 然後會比較他們的相同跟相似之處 那想知道有哪些單品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組選手呢 是植村秀的無極限保濕妝前乳 以及 我愛水凝光透妝前防護乳 這兩款都是屬於紫色調的妝前乳 那先說植村秀這款好了 它紫色調嘛 其實就是可以去消除你的蠟黃啊 暗沉的膚色 那它特別主打的是 它添加了那個叫做直萃的保濕成分 所以你就是素顏單擦也很像是上濾鏡的感覺 至於阿咪咪這款呢 它主打有超強的校色效果 可以去黃顯白 那它裡面添加了一個叫做紫眉金翠複合物 就是可以去保濕中和你肌膚中的黃色調 那它單擦就是即使不上底妝 就會讓你肌膚看起來有種 尾素顏的那種透白肌感覺 那你當妝前乳後續再上底妝 它也可以讓你的底妝更加的持久不暗沉 那再說這兩款的相似之處 首先它們兩個都是屬於有防曬妝前跟飾底三合一的妝前乳 那其實我之前有分享過嘛 你的妝前保濕啊妝前打底做得好的話 你粉底用量其實可以減到非常非常的少 那尤其亞洲女生很常會有一些就是蠟黃啊暗沉的問題 所以近期其實越來越都很喜歡有這種 校色效果的飾底乳 那這種我覺得其實不管你是局部的潰擾還是全臉 就是都可以拿來當作妝前打底 那第二個就是它們兩個的質地 它們的質地其實非常的像 都是屬於好推的乳液狀 那不管你是用海綿啊還是用刷具 甚至用手 我覺得它都可以蠻輕鬆快速的去上妝 另外第三點就是它們兩款的潤色效果 我覺得都還蠻自然的 而且也的確真的幫助後續底妝有加分效果 就是可以比較不暗沉 然後也比較持久 好那再來差異的地方是呢 第一個它們兩個都有防曬係數 但是iMimi稍微再優秀一點點 它們都是SPF50加 然後植村秀是PA3個加 iMimi是PA4個加 稍微好一些 然後第二個就是植村秀的質地啊 我覺得它是比較滋潤 保濕度再好一些 所以它會比較適合偏乾肌的人 那iMimi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 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又更加控油一些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混合到偏油肌 那如果你是夏天的話呢 乾肌其實也可以用 所以整體來說 像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iMimi的話會稍微再更適合台灣的天氣一點 然後這一組選手也是今天價差最大 它們兩個價差有到6.8倍 快到7倍了 然後喔我忘了講 iMimi的mol數有40mol 所以也比植村秀多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妝前乳用量很大 或者是你真的今天不一定會上底妝 你就想要直接用妝前乳 當一個尾素源效果 用量大的話 我覺得它的CP值是真的算是蠻高的 那它們兩個除了紫色校色效果的妝前乳之外 也有出透明啊 還有粉色系 就是如果你有不同需求的話可以去試看看 接下來第二組選手呢 是Dior的超完美持久唇膏色號518 以及HIMS的霧面唇膏色號是M015 先講Dior這支 有在看我的IG或是YT的話 就知道我有多愛它 我這麼多唇膏應該上百支甚至上千支 這支已經被我用到大概剩下一半 就知道我有多愛 那先說一下它的包裝 它的外型呢 我非常的喜歡 是做這種黑色的霧面管身 配上CD銀色LOGO跟騰格紋 就是低調個性中 然後又有Dior的經典元素 那它的妝效上起來是那種絲絨物妝感 這支它主打就是上起來顯色持久又不乾 也是Dior他們家第一支不沾染的唇膏 所以那時候推出的時候 其實市場上的話題度還蠻高的 那HIMS呢 是一個來自韓國的小眾彩妝品牌 蠻新的大概2018年才創立 那時候會注意到這個品牌 是因為他們家的包裝極美 它的色調都是走這種比較低飽和啊 然後包裝真的很有設計感 它就是不是那種很無聊的指指管身 它會有一點點這樣扭結的不規則形狀 它的價位其實不算到開價那麼便宜 大概屬於中價位 但是也是百元價格 那之前代購其實就還蠻熱門的 然後最近在蝦皮上好像有關方旗艦店 所以大家就比較更容易取得 那現在來說他們兩個相同的地方 那當然是顏色啦 老實說那時候我是先注意到 他們兩個質地蠻相近的 都是那種絲絨霧感 然後上起來也不會乾 雖然是霧面唇膏 然後後來我在試手上的時候就發現 嗯好像有一點點不像 但是非常接近 然後上唇之後就說 嗯其實上唇的相似度蠻高的 大概有我覺得到90%吧 真的非常非常接近 然後顏色都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紅棕色土棕色調 那不同之處的話呢就是香味 像Dior這支呢 它就有淡淡的花香味 差點吐到鼻孔 那HINTS這支呢就是 完全沒有味道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以持久度來說 Dior這支唇膏 它的那個沉膜特性 它其實是稍微更不沾杯的 所以我覺得持久度的話 Dior略勝 那第三個就是 Dior上起來的膏體 雖然差異不大 但要挑出來差異的話 它的膏體再更輕盈感一點點 然後更服貼一點點 畢竟人家是專櫃唇膏嘛 那我不得不說就是 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真的還是很喜歡它 但是HINTS這支我覺得是 已經表現非常優秀的品體 就是如果你預算沒有到這邊的話 這支是一個很好的品體選擇 而且包裝也好美喔 接著第三組選手 是Kiehl's的冰河糖蛋白保濕霜 以及是樂福的全校超級修護乳 來個保養的雙胞胎組合 先說Kiehl's的品 這個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它吧 就是我以前在專櫃入門保養啊 或者是說很多人就是 入手專櫃的保濕霜 第一個都會想到它 它已經紅非常非常多年了 那我手上這個包裝比較特別 它是之前100週年的限定版本 因為我手邊剛好就只有這一罐 雖然它是算專櫃入門保養 但是它的價格我看剛查 它也默默從當初我買的1350 到現在是1600 唉 通膨 回到正題 那這罐保濕霜它的特色就是 使用了那個南極冰河糖的純淨水嘛 所以它的保濕效果是可以拿到比較長效的 以及它有添加一些神經西安的衍生物 所以它就是對於可能舒緩啊 保濕啊 乾癢啊 脫皮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至於是樂福這一瓶啊 我前日才在屈臣室的隱藏侯物分享過它 那時候我用到之後我就覺得 跟我印象中什麼東西好像 才找到這一組雙胞胎的 那瑟福這個啊 它在美國是非常有名的皮膚科醫師推薦品牌 也是醫美保養品牌 那它主打呢 就是可以去改善肌膚的一些可能 乾癢啊 敏感啊 或者是痘痘瑕疵等問題 那裡面也有添加了 就是三重的神經西安 還有菸檢西安 跟它們獨家的叫做MVE試緩技術 就是可以讓你的保濕效果達到更長效 那這兩樣產品它們的定位非常的接近 它們都沒有添加酒精香精Paramid防腐劑 然後都是主打可以長效保濕 然後可以去舒緩一些肌膚敏感的問題 那最大不同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就是 它們的質地呢 Kiehl這個是比較偏向霜狀 然後濕樂膚是比較偏向乳液狀 但是其實啊 Kiehl的那個霜沒有那麼的就是固態感 所以其實它們在手上推開來之後的那個膚處跟那個質地 其實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它們雖然都是減緩肌膚敏感問題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小小差異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的肌膚膚況是比較偏向可能乾癢脫皮的話 我覺得Kiehl的保濕效果稍微好一些些 然後濕樂膚這個我覺得它的舒緩效果好一些 就是可能你的泛紅啊 或者是有一些痘痘瑕疵等問題 它可以比較改善 但是其實我覺得濕樂膚啊 以價差三倍來說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品替了 所以如果你用了Kiehl這款很喜歡 你也想嘗試看看更平價的版本 你可以試試濕樂膚這一瓶修護膚 接下來這組選手呢 是Shishado的時尚社會上指粉底刷 以及Integrator粉底刷 Shishado這支粉底刷 它真的是超級無敵長青的 我查一下它大概是2011年就上市 然後到現在已經哇 熱賣十幾年 就是真的一直都非常受到歡迎 像我前幾天去日本逛藥妝店 它還是妥妥的再架上一個還蠻好的位置 那台灣買的話現在是980接近1000元 但是日本的話價格會稍微再便一點點 那Integrator這一支呢 它其實是之前買粉底送的贈品 它好像從來沒有單賣過 但是呢我那時候就是拿到它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 欸它好像長得似曾相似 對就是跟這支上指粉底刷 長得非常的像 幾乎它們的模子感覺是同一個刻出來的 只是擦在顏色的差異 那墨外型都是屬於這種比較輕巧的握柄 然後斜切的刷頭 敷出的話呢 我覺得兩款都非常的舒服 就是上臉很舒服之外 就是這樣刷的時候 只要你有洗乾淨 它其實都不太會有刷痕 那因為這個斜切型啊 我覺得在一些角膠的地方 我覺得它都很好去上 那兩款的差異度其實非常非常的微小 像Integrator這一支 它的刷頭就是圓形的直徑 你稍微再大一咪咪 然後它的刷頭再軟一咪咪 Shiseido這一支粉底刷 我覺得它比較起來啦 上臉它比較不吃粉底 其實它真的是 G4 我覺得大概有到95%的程度 不過呢 可惜的是Integrator這一支 好像 現在我不確定還買不買得到 但是呢 它價格才換算下來 當初粉底依送它 大概只要 100 6-170左右吧 真的是便宜到炸掉 就是如果現在還找到它的話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好的評價替代品 最後一組選手呢 是Fenty Beauty的 鑽石打亮 以及Feed的 棉花糖夾彩 色號是04 Fenty Beauty這個牌子呢 是歌手Rihana 在2017年創立的品牌 然後它其實主打的就是 比較多元包容性 所以它那時候 一開始推出那個 粉底跟腮紅啊 我記得就有多達40多個色號可以選擇 算是帶起了一波就是 色號選好選買 就是各種不同的種族膚色 都可以買到適合你的色號的一個先驅 然後也因此就是 後來很多粉底也陸續推出了更多不同 膚色的色號 那它們家最有名的就是一些打亮啊 修容 那這個是我之前買的 它是一個六角型包裝的修容柄 然後它裡面啊 它這叫做 Diamond Bomb 突然有沒有想到Rihana那首歌 Shine Like a Diamond那首 它就是 非常 正白色 然後 閃閃發光的打亮 就非常的歐美感 它的容量也蠻大的 有8克 Gfi是來自韓國的小眾彩妝品牌 有沒有一看包裝就很韓系 然後這個棉花糖夾彩呢 其實有出好幾個不同的粉嫩色系 其中一顆色號是這個 鑽石的打亮 然後它的色號翻成中文也很特別 叫做 鑽石一顆啦 有沒有光聽這色號就覺得 我們在臉上應該會是很閃耀的感覺 那這兩款呢 都是屬於這種 白色系鑽石光打亮 它們上在臉上啊 都是那種 閃度 閃到天邊去的那種 那我覺得像接下來的派對啊 或者是年末什麼聖誕節啊 交換禮物啊 尾牙 我覺得這種就很適合派上用場 因為你除了就是上在你的顴骨之外啊 你可以去上眼窩啊 或者是像你穿那種 洋裝你鎖骨這樣子抹 我輕抹一下就會有這樣 Bling bling 自帶發光體的感覺有沒有 那另外它們兩個 上在臉上啊 我覺得閃度都是非常接近 但是說起來就是 因為Fenty Beauty它的膏體 在濕潤感一點點 所以你抹上臉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稍微在更 波光零零的妝效一些 可是兩個都一樣非常閃 然後Feed這款它的粉體 比較乾一點點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那個亮片感 那個顆粒感是會比較明顯的 那這兩款呢 我都建議大家不要用刷子上 我覺得用手上的那個妝效是最好的 那我覺得雖然一般人日常 可能會用的是香檳精啊 香檳粉色系的打亮 可是我覺得總是 就一定會有這種需求的人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顆 好看的鑽石光打亮的話 我覺得Feed是很不錯的 Fenty Beauty平體版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集的 開架專櫃雙胞胎 那非常歡迎大家可以當我的 情報員特派員 就是如果你有用到 你覺得專櫃平體版非常相似的品項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私訊給我投稿 如果被選中的話呢 我就會準備禮物送給你 那別忘了更多 即時的美妝穿搭生活旅遊分享 可以到我的IG 然後喜歡這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